抢企业、抢人才 这是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公布他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时 所提出的口号 这一份在星期三揭晓的报告 里头提出一箩矿措施 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包括土地房屋的问题 及增强香港的竞争力等等 在吸引人才和企业到港发展方面 港府寄出了类似于 英国和加拿大早前所提出的措施 如为高薪人才和全球百强大学毕业生 提供两年签证 还有符合资格的外来人才 在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之后 可申请退还在香港置业时 已经缴付的额外印花税 同时港府也会向企业提供 特别配套措施 吸引他们在香港落户 据这些计划 企业也将能够更容易地 聘用中国的专业人才 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制一 也都是内地对接国际市场的重要窗口 我们必须更积极和进取地 抢企业 抢人才 政府会靠建新体系 推出一系列新措施 焦商人知人才 强化竞争力 目前香港输入海外专才的计划 都会要求入境的专才 先获得雇主的聘用 然后才可以申请到港工作的签证 整个申请过程有些繁杂 因此李家超的计划 自然令人期望 但也有政界人士认为 生不逢时 因为香港的竞争力 在于庞大的中国市场 由于现在双边未能通关 难免影响吸引人才的竞争力 加上全球各地都在抢夺人才 恐怕香港除了必须降低门槛 也要配合其他政策 才可以增加吸引力